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到 迷不順邪 又到了一週二期民轉線的時間 今個星期想和大家看看 這一宗發生在65年前 台灣的一宗謝斯環雲案 這宗是當年一個37歲 本身體弱多病的吾淋網腰 在家人的見證下 其實已經停止了呼吸 停止了心跳 但竟然沒多久之後 自己彈起來 說自己是17歲的朱秀華 這件事在當年簡直轟動全台灣 有很多的傳媒 甚至乎是機構 都想去找方法去證明這件事是假的 但是都證明不到 這一個自稱是 是謝斯環雲回來的17歲少女朱秀華 就這樣一路用著當年37歲 吾淋網腰的肉身 直至到2018年5月份才受中淨 究竟這件事是怎樣的呢 有多離奇呢 眾多解釋不到的原因裡 你聽完之後 又留言一起分析一下 是65年之前 即是1959年 在台灣雲林默寮的這個地方 發生了一件借斯環雲奇案 當時轟動全台灣 17歲就香燒肉韻的朱秀華 利用楊壽即將完結的 吾淋網腰的肉身來頑養 而這件事當年 還是被拍成這個電影 而去到肉身年齡 達到97歲的朱秀華 借來的養手終於都用完了 就是2018年5月份 受中淨沉 這件事才叫做 所謂落磨 當年37歲的吾淋網腰 其實本身是一個 很多病痛的人 經常都病 而有一次真的病得很嚴重 已經在家人、親戚、駅 在輪舍的見證下 已經閉上眼 沒有呼吸、沒有心跳 大家都已經悲傷地哭 沒多久 整班人就看著 吾淋網腰突然彈起來 就說自己是來自 金門的17歲少女朱秀華 是借了這個 吾淋網腰的身體來還魂 家屬聽到 剛剛還在哭 不是吧 突然彈起來已經夠驚嚇 還說自己是借屍還魂 那怎麼相信呢 覺得他是精神病 打算送到精神病院 但吾淋網腰就說 我沒有病啊 我是真的在金門來的朱秀華 我是借屍還魂回來的 借屍還魂 大哥 怎麼接受呢 尤其是她的老公 吾淋網腰 但是放在事實 眼前的這個 醒了 無緣無故彈起來的 一個 自稱朱秀華的人 樣子是跟她老婆一樣 但是整件事又好像不同 因為 原先她老婆是完全 大致都不吃一隻 但是醒了之後 整件事就好像讀過書 字又寫得很漂亮 又很細石 很工整 而本身的老婆都是吃肉的 整家人都有吃肉 但是她醒了之後 吃齋 吃全素 少少肉都不吃 而且之前這個老婆 是 真的 剛才說 體弱多餅 變成了所謂的 朱秀華之後 不僅僅生活上面的 所有粗重工夫都做 完全沒有問題 身體好像非常健壯 行動姿態 也好像一個少女 還可以幫店家寄數 因為以前是不懂字 只是煮飯 現在還可以幫忙 生意那裏 再加上她連說話的 康口都不同了 以前是海口康 然後也變成廈門康 金門其實就是廈門 而據朱秀華自己口述 就在這件謝斯環文事件 一年之前的1958年 在這個823炮戰的戰事裡 其實她和她自己本身的父母 打算搭船離開打仗的地方 我們叫做戰地 但是父母就很不幸地 中彈身亡 而她自己就逃走 去了另一輛漁船離開 但是這輛漁船 駛離金門海岸沒多久之後 也同樣被炮彈擊中 船雖然損毀了 但是還飄到 即是還浮到 最終她和幾位同船的所謂的難民 在一個海裡災浮災沉了三四天 隨著損毀的漁船 飛到雲林縣台西鄉外的海峰島 而據朱秀華說 當時船上的人都死光了 剩下她一個奄奄一息 有五、六位漁民就發現了她 她以為一天都乾了 終於有人救我了 誰知道這群漁民 見到她身上帶著一些金氣 氣都貪念了 不僅要劫財 還要害命 無論這個朱秀華 如何哀求那些漁民 說我給你了 我所有身上值錢的東西 我給你了 或者甚至乎我以身相許 我和你為勞為彼 但是這群漁民洗劫完財物之後 都怕東窗事發 仍然不管她怎樣去哀求也好 就推了她下海 讓她淹死 而當時有其中一個漁民 林青島見到 其實都想阻止 喂不要啊 你們不要這樣 但是被這些所謂的同伴 就打,打走了 而當時這個林青島 西菇力揚 一個人對著好幾個其他的同伴 打不夠打 那沒辦法了 只能夠離開 而朱秀華的下場 當然就是浸死了 而她變成這個鬼魂之後 就說自己認識了一班孤魂野鬼 Fan了 有些說法就是 其實是同船在海裡飄的人 大家都是毛主孤魂 而整班的毛主孤魂 得知朱秀華的遭遇 粉粉不平 我要幫你出頭 主動去找到當時劫財殺人的這班漁民 上他們身 而令到這班漁民 經常在海邊徘徊的時候 一見到人 就自己自首 我當年劫財殺人 是我啊 我活該 之後就跳海自殺 逐個都是這樣 直至到所有漁民都走了 而林青島 其實不是就是被人打走了那個 她知道了整件事的經過 就覺得 會不會是那個 往死的朱秀華的冤魂來報仇 立刻就幫這個朱秀華 修建了一座小廟去供奉 有請了一些法師回來 做七天的功德法師 希望可以幫這個 朱秀華去超渡 安撫他的怨氣 而 據朱秀華說 一年之後 他自己的靈魂 來到一個叫做五條港安西府 見到地藏王菩薩 就說 你的陽愁未盡 可以切法再回去人間 於是三位王爺神 就跟當地的元天上帝 是開了會 認為當時沿海的地區 都需要一些信仰 來加強這個善良的民風 就跟朱秀華說 你日後可以在這個地方 興建一些台灣民間信仰的廟宇 而這個地方 有一個人叫做 吳林莽妖 他的大限章 至即將會離開人世 就跟朱秀華說 你可以借他的肉身來環穩 至於曾經歷阻這件事發生的臨清島 後半世人簡直是順風順水 在這件事轟動全台灣的時候 他還出來接受訪問 就說是真有其事 而在消息曝光之後 當時的陸軍五五醫院院長 劉海波先生 還在怨婦官員陪同之下 前往這個地方 去診斷一下這個吳林莽妖 究竟是怎樣的一回事 但看到這個吳林莽妖的時候 見到他表情自然 淡透邏輯非常清晰 又沒有其他什麼生活障礙 社會障礙 即是說話是有文有路 正頭正路 實在是不像有精神病 而最終 這個吳林莽妖 就被人帶了去當時的 台南陸軍九二七醫院 剛巧那個主任醫師 其實就是朱秀華的金門院房親戚 因為當時有問過這個朱秀華 他又說到他自己的家在哪裡 說到他父母叫什麼名字 全部都是清晰 也都證實真有其人 而在這個遠房親戚 跟他診事的時候 這個吳林莽妖 一見到醫師就突然說 阿叔 醫師反而拋頭 為什麼叫我阿叔 他就說我借屍還雲回來的 而這個阿叔 阿叔醫師為了求證 暗暗地叫護士請他太太來 結果這個朱秀華 一見到醫師的太太 就立刻開口叫嬸嬸 才令到這個遠房親戚醫師 相信有借屍還雲這件事 而值得一提 是吳林莽妖還在病床上的時候 朱秀華是否說自己奉地狀王菩薩還雲 那個雲頭 其實已經是跟著這個未來老公阿吳先生 而當時阿吳先生 還在海豐島從事這些工程的工作 但是同事都不約而同 見到的單車後面載著一位妙齡少女 每個人還在想 喂 傢伙這麼老實 都會有外遇的 都會出軌的 而有一天 麵店老闆見到這對男女 進店裡就叫一碗麵 跟吳先生說很好奇的問 為什麼不叫多碗給你太太吃 曾經都嚇到吳先生大驚失色 而自從朱秀華頑陽之後 其實他所有事情都靈驗到不得了 因為以前吳先生是一個土木工人 朱秀華就說不行 你要做這個建材行 那好啦 真的做 做了之後 年年有錢賺 已經是一個默寮當地的小富商 如果他認為不可以做的生意 就一定不可以做的 一做就一定虧本的 每次都准到什麼 而據這個臨網邀的兒子 表示 我媽媽從小到大都是默寮大的 從來都沒有去過台西或金門 她病完之後整天換了一個人 身上好像還是我媽媽的 但她又說她不是媽媽的 親戚朋友來探她 她又全部不認得 連阿婆阿姨全部都不認得 口音又不同了 連外生都說 哎呀自從舊母好之後 真的什麼都懂做的 她和以前不同了 以前只懂得煮飯 其他東西都不懂的 病好了之後 她又會做粗重事 然後不知為什麼又醒了之後 又不吃肉 又要轉食全齋 連平時的嗜好 走路和姿勢都不同 而據這個臨網邀的兒子 就說 其實她以前真的完全不相信 什麼叫借屍還運 但因為未去過海豐島的媽媽 可以說得出海豐島的 一個周邊環境的景色 又可以無緣無故醒來 又可以說到六道輪迴 因果報應這些道理 所以她才慢慢稍稍地相信 而可能朱秀華都知道 自己頑洋這件事實在太離奇 所以她的人都開始低調 雖然都繼續跟吳先生一起住 名義上的老公一起住 亦都幫忙照顧兒子、照顧女兒 但是街坊隔離論社 不再稱呼她為吳林亡妖 而改口叫她為朱秀華 而朱秀華自己說 原本自己還是一個young lady 17歲 借了這個身體有點不太自在 因為當時吳林亡妖是37歲 但是她一心向佛 剛巧吳家對面 就是供奉天上帝的廟仔 所以她平日 除了完成家母之後 就是去這個廟裡念佛 令自己平靜自在一點 而家屬接受媒體訪問的時候 之前曾經有個年輕人 在供奉天上帝的廟仔經過 而朱秀華就說 看得出這個小孩即將會橫死 於心不忍 就在神壇拿一隻蕉 叫著年輕人 小孩吃蕉蕉 補平安 而這個小孩 就沒有理睬她 神經病 誰知道當日被車撞死了 事後這個小孩的媽媽 還跑來罵朱秀華一頓 就說她一勾引又不夠到底 而這件事發生之後 朱秀華更加低調 並且在1973年的時候 集力興建了鎮東宮 而做了鎮東宮的主持 一做就做了三十幾年 而據了解 朱秀華因為她長年都餘素 自稱能夠跟神靈溝通 平日在鎮東宮的北極元天上帝廟 就在祭祀 免費幫信徒去收驚、問事 但她不起機、不用符 沒有任何意識 最多是跟前來求助的信眾 面對面去講一下因果道理 讓她燒香、拜一下 被信眾稱為蔡姑 而神奇的是 很多信眾的求助事件 自然而然就沒事了 有些精神病瘋瘋癲癲的 來聊幾次又沒事了 另一些信眾可能精神疾病好之後 也很感謝朱秀華幫助她 每個月還來這個廟做義工 而隨著朱秀華開始步入高齡 最後幾年她都沒什麼露面 因為血壓很低、持續降低 又要長期住院 但住院的時候 不久就跟醫師說 時間到了 我要回家了 結果回家後 真的在2018年5月23日 因為器官衰竭而辭世 在年97歲 雖然死者是悟臨網腰的肉身 但是魂魄是朱秀華 所以在家族摘杯請示之後 就以吳媽臨氏網腰老太夫人 發名朱秀華的名義去發喪祭拜 但墓碑上就只寫吳臨網腰 兩個人的神主牌是分開的 吳臨網腰就放在家裡 而朱秀華的牌位就安奉在佛堂制製 而由這件事發生開始 一直以來很多年 都有很多醫學界的人士 去探訪朱秀華 但都想看看他究竟是精神正不正常 但所有結果都顯示 而這個自稱朱秀華的人都是精神正常 亦都目前沒有科學可以解釋得到 而精神醫學亦都沒有辦法判斷 他是有任何的精神疾病 亦都很多不同的機構 其實台灣很流行 一定要打架 我要拆穿你是假的 有很多電視節目都做過這些事情 但是都拆解不了 好了,我們自己又來分析一下 是不是真的有這個人呢?朱秀華 雖然其實他講得出他父母的名字 講得出父母的全名字 自己住邊 經查證又真的有這個地方 但是沒有證據顯示 他說的話都完全正確 因為朱秀華本人的家人 或者是親戚去作證 而曾經有一個採訪的影片 就是說朱秀華的親戚來見過一次 這個臨網腰 但是都不認可 這個借屍還雲的這件事 後來朱秀華的鄰居來見這個臨網腰 那臨網腰又說不出別人的名字 那些東西都說錯了 所以整件事其實只有臨網腰和臨網腰的老公 其中吳先生或者家人 什麼外生兒子去說這件事出來 那這個也是一個 其中一個我覺得可以想想的地方 而借屍還雲這件事 那如果真是一個17歲的少女 朱秀華 那她如果死了之後 再睜大眼還雲 17歲消不消化這件事 借屍還雲 死了之後又再睜大眼 所有東西都是陌生的 所有人都是陌生的 自己的身體又不是自己原本的那個 那第一個反應就是怎樣 害怕啊 驚惶失措 或者會有些異常的反應 但是這個朱秀華醒來又沒有 很平靜地去對待這件事 只是不停地說我是借屍還雲的 我是朱秀華 我是朱秀華 那既然如果你借屍還雲回來 雖然那個肉身不是你自己的 家人不是你的家人 你都會想著要回家 或者你回到自己老家 那沒有啊 繼續去接受這件事 在一個完全陌生的地方 和完全陌生的親戚老公 住了一輩子 這個又有一點點爛頭 那到底這個還雲 是借屍還雲呢 還是我們之前所說過的 奪寫呢 還是還是科學上的什麼人格分裂呢 真是解釋不了的 如果你是科學上的人格分裂 你就不會在斷了氣 沒有心跳的情況下突然間彈起來 又變成了另一個人 但是如果人格分裂 是不是可以去到一個位子 是貧臨死亡 逼了另一個人格出來 其實可能他覺得他心跳停頓 覺得他沒有呼吸 但其實還沒有死絕 我意思是 會不會也是這樣解釋得到呢 這個都真是一個不戒之米 不論這件事是真的假也好 也是曾經轟動一時的熱門話題 大家又一起分析一下 你們又覺得怎麼看呢 這件事留言告訴我 你的看法 當然了 很多東西都真的迷不順者 我們下一集見 拜拜 完蛋